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媒体的报道就说突然贾当科就有点波澜变色的意思 说什么他妈的他妈也用了叉 后来我们张伟平张总的那个话也是用那个他妈的妈的行也用了一个叉 他妈的这个他以为什么我要他的投资什么什么大概就这个意思 就是我还有意思我还瞧不上他呢 这话就很早是这么说 而且这个延续了好像对 他当时也讲我是故意的要让这个三乡好人和彭尼亚进行叫板 这样的话他是为了为艺术做一次性情 性情 性情 我觉得现在的年代啊就是个格言的年代 你觉不觉得 大家啊 不或者说新闻媒体给你绿掉了 你当时在什么环境下跟谁成上起下上下文关系 没人管这个 记住的就是格言 比如说我记住好多格言张艺谋就说了年轻导演不要批评同行 或者说他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 你看都记住的包括这个这个贾长科这话 我发现是最多格言的一个年头 我就真的不明白就是电影情为什么大家不能团结 为什么不能像香港电影界 香港电影界你看 几次失败你觉得你特别激动 为什么 一个人成容 他们几个人只要为一件不平之事 他就正毙高呼一声 所有的香港电影圈的人都来捧场 大家都跟着一块呐喊 我们就出现不了这种现象 我觉得的 他反倒是有一回这个什么 我记得徐敬雷啊 说是跟这个韩寒又跟谁吵起来了 他当时他就说我作为一个女人 我很不理解 这些男人们怎么这么好斗 其实啊 我虽然是一个男人 我也很不理解 因为我这个人啊 脾气非常的平和 我最近觉得这是我工作当中的一大难关 你知道吗 因为什么啊 你做这个说话这个行业啊 有句话叫不平则明 心里有不平这个之气 欲博之气 你出来才有力量 但是我经常发现啊 我这个心里啊 太平和 你看我们组里的人没人见过我发脾气的 这好事啊 你说明你活得有境界了 什么事在你这都不为所动了 这绝对是优点 也可以说是寡连掀齿到极点了 你知道吗 非常跳脱 整个 我就问你影子 你会不会像泼妇一样吵架 我告诉你 整个06年中国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每行每年播光视影视圈 咱们异谋 咱们张科骂 每一个行业都在骂文学界博客界所有的东西都骂 而我最近我自己都要考虑我自己因为在新浪有个博客 给我放在名人博客里边 我已经有整整一个月没有更新了 因为我最近兴趣不是很大 因为我发现在博客这个东西上面排名稍靠前的说穿了绝大部分 相当一部分的都是在那边并不说我们真正的起到一个博客原有的一个交流的 或者写给自己的所谓清清日记 而是我们过去说雷锋日记 雷锋绝对是一位好同志 绝对是一个善心善意的人 但是我们说这种现象 雷锋日记就是公版日记 公然给别人看的这个东西 博客排名前几位的 无非都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说一些话题 讲一些话 讲一些格言 吸引眼球 知道 而且他们非常有经验 非常精于此道 而且他是什么样子能够吸引的人 他是操作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不要你不要以为那个格言 那格言 它是这个媒体挑出来的 你知道吗 他你要知道那种看不那只 你这首先放下 我再跟你讲看不见的手 他后边有个看不见的手 就是说现在这个叫喧嚣的时代 其实就是我说的是选择出来的 世界上还有很多问题 三分之二受苦人 怎么不管 但是这东西挑出来 有一天我有一朋友跟我讲 说你别不开窍 这现在叫无聊经济 你知道吗 这一下子点击率上去了 多少钱就滚来滚去 我当时一言以蔽之 我说这就跟北京的房价一样了 那就是泡沫经济 你这泡沫经济就是说 你说我做媒体的 我感受油身 就我过去的一年 我花了多少的时间和精力 我每个周一到周五日以继夜 看这些个破事 这些个无七八糟的这些 你就觉得你这个生命 我跟你说 每一个网友 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 是不是也是民族的财富 你这个民族发展这个经济 你想想你过去 你就觉得你议论的那些个破事 这些八卦 不知当的 耗费那么大的时间 有一个美国作家福克纳 也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他的有本书的名字 对青年代时代的概括最好 你刚才说的一个是喧嚣 他那个叫喧哗以躁动 喧哗以躁动是完全可以概括 我们青年这个时代 我们所遭遇的青年这个时代 所以说是不是就因为 这个音量学的关系 因为这个社会不安静 太喧嚣 所以你必须喊的比别人声音更大 喊的话骂的话更粗 对 而且不断的挑战别人的道德底线 对 你只有这样才能在 说中国人到国外不是 高哄了大嗓门 这完全是因为都高哄了大嗓门 我就必须得更加 在博客上经与此道的人 他不仅吸引别人来关注他 甚至他有 我常常觉得他们有意思 吸引别人在骂他 骂我觉得挺有意思 其实我对粗话倒也没有什么偏见 但是我是觉得 我有时候想他们是真火还是假火 你说这里头有没有基辛 你好比说台湾 你知道有些立法委员他打 那是设计的 那是设计的是合谋 就是说你给我打 到时候打电视上 你一看我为你选民怎么怎么着 你这 在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现在以至于说 我不信你这个社会 你有一回谁出了本小说 于华写的兄弟 我就看见爆上灯 两个朋友在骂他 当然他这个是很真诚的 可能 可是因为我这种极端怀疑主义 我会认为这是个托 你知道吗 他会 我们时代确实进入到这么一个虚假喧嚣 刚才你讲到的房地产 我有一个朋友给我说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时尚杂志的一个主编 他就说 有一次碰到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大亨 就是说房地产大老板 很知名的 就给他说 说你这个小雪 说你这个没必要工作那么认真 这个杂志要费尽兴兴 你完全没有必要 他你知道吗 这个发行量不是靠这个上去的 广告商不是靠这个 靠什么 你要像我卖房子似的 你要不断制造各种舆论 你甚至不断制造各种是非 你不断在媒体上 不断出现你的消息 你的杂志就好卖了 广告商就给你投钱了 所以你刚才说是真火还是虚火 我说是真火 你说他真卖钱了 房子真卖掉了 杂志真卖掉了 你像富龙姐姐的那个 我那次到珠海去 珠海花十万块钱请他去 是吗 富龙姐姐不是说没挣着钱吗 十万块钱 我那次到珠海就给我说的 就请富龙姐姐去了 还有很多人表示抗议 他现在是什么 你看富龙姐姐还是张玉 他们的行为 无论这个时代的文明 发展到什么程度 他们这个行为本身 在道德上是有问题的 是要存疑的 可是就是这么一个行为 他能够为他们博到大财 并且给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 于是人们的价值观被颠倒了 人们的价值观颠倒 就出现了很多人要去制造 不断的挑战你的这个道德底线 道德极限 那么以此来成名 这个确实 所谓的道德底线 不过刚才提到福克纳这本书 你知道做传媒的都知道 《娱乐至死》这本书 尼克波兹曼的 他就说当一个社会 娱乐的八卦 被成为这个社会的文化的核心主题 天天在那里说的时候 没路 这个社会 说也挺好 但是呢 直不当的 现在主要是 我觉得有这些东西 从来都很正常 可是铺天盖地 都是这些东西 你就不知道真正的东西 有价值的东西 有价值的东西在哪里 谁是真的 你说现在就是 我感觉到的 就是一帮 就是这个动不动就拱火 为什么说虚火上扬 你从有些现象能反映出来 你比如主持人 现在什么火 那天有一主持人跟我讲 说有那电台的 深夜谈心的 那主持人 很火 为什么火呢 就是这主持人三句话 就是他最可乐的地方是什么 跟你聊天 三句话 他自己这火 撑就上来了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 我跟我男朋友 闹不和谐了 到底是为什么 你快跟我说 到底是为什么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不跟你说了 就是给他打电话的人 基本上就是找骂的 你说我上次在深圳听见 肯定是一电台主持人 还模仿这个风格 我就在第一身上听见一句话 那女主持人 够了够了 我不要跟你说了 这样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知道不光你们圈里打起来了 我们台里都打起来了 我们的你知道吗 一虎一席谈 多猛啊 这老虎打起来 说是那个伪科学的辩论吗 这司马南 看了看了 你看了 我看了看了看了 火药味很重 这是什么的 但是啊 我就是说这些个事 司马南 你知道我跟他还有故事呢 这司马南挺逗的 我有一次吃灯泡 就是他祸害我的 当时我们拍那个什么神功大揭秘 司马南就说 现在我不能 就是我能吃一灯泡 主持人也能吃一灯泡 让许克辉吃 许克辉当然不吃了 男主持就剩下我了 所以我曾经跟着司马南一块吃过一灯泡 几寸的灯泡啊 文涛你刚才讲的 就是广告之前你说那话 就是他给我有个感觉 就是他启发我 就现在人好像就很多人 不能说全部 很多人普遍有一种心态 就是肆虐和受虐的心态 你看骂人 你刚才讲这个电台广播 这个明白的一个是肆虐者 一个是受虐者 而且呢 我就还发现了 以此我想到 刚才又讲的网络骂人 很多人有肆虐和受虐的 极端的表现形态 就他把自己置于一个 你看 博客上很多文字 是跟他没有关系的 可是看了他游览愤怒了 而且是那么的痛身谴责 就是说呢 他很容易觉得别人在肆虐他 于是呢 他以这个受虐的心态 对对方表示谴责了 就是这种极端化的心理状态 为什么在今天变得越演越烈 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啊 我老想起两句 还是主席引用过的话 叫做这个 墙上芦苇啊 头重脚轻 根底浅 山间竹笋 嘴尖皮厚 腹中空 你知道就是咱有句成语 叫什么色力内什么来着 内认 色力内认 你想这个色特别利的人 就是我就说虚火上扬 那是不是你里头比较虚呢 我为什么讲起这个事啊 就比如说 那最近说这个中日两国历史学家 在联合进行这个 搞清楚咱们两个国家 过去的这个历史恩恩怨怨 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事 有些人去砸人家大使馆 骂人砸玻璃 他干得欢 可是你可曾有这么一些学者 认认真真的 搞清楚过 你比如说日本有些右翼的 那个哈 虽然说他也是观点有问题 但是他说南京大屠杀 没有当时城里没有这么多人 他也至少找出点证据来 我们说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多万 那么现在到现在为止靠什么 就我所看到的啊 俩未安妇 然后呢 就一个外国人留下的一卷 那个那个那个胶片 你这么多年来 你为什么不做点实实在在的 这个我说 所以我给你引用一个资料 就是我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 停留在这个数字上 三十万人 我们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但是你点击 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网址 就会发现 六千二百万份各类文件档案 近二十七万张照片 数千份影音资料 一位犹太人在一封信里写道 我希望有人记得一个名叫大卫伯格的人 曾经活在这个世界上 犹太人干这事就是这个目标 是直到每个遇难者都有名字 每一个人的名字 他在世界上活过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他可怕在哪 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我是说不是学 有一两类知识分子 一个学院知识分子 他永远是在学院里说话 写文章 是学院知识分子圈子里发表 发出他的声音 还有一种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 就是他要经常在公开的媒体上发表文章 现在是这一类知识基因在缺席 你刚讲 我们说有大量的普通的网民 或者普通的民众在发出喧嚣之声 在发出喧嚣之声之后 我们知识分子真正纯正的声音 突然缺席了 我们听不到 你这个举的例子非常好 就是比如说前段时间就谈 说日本人在他们的课本上 学生的课本上 抹杀了就是他对中国人犯下的罪行 其实事实是 只是因为美国的课本不像中国 是国家统一的一个课本 发给每一个学生 他不是 他是在个别的一个小地方 是那个地方自己读字的 就是他们自己的安排了 这么一个所谓的研究资料 然后写在课本上 是少数的学生 作为辅助教才来读的 可是到我们这就不是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有时尊重的站起来 当然这个现象是不对的 有这个苗头 但应该有资论者出来 像像德国人一样 对他把他的真相攻足一事 对这个现象进行研究 现在没有 所以你说现在的学术界都是在干什么 刚才你说的这个主席的两 也就是这三间竹笋 附中空 我马上眼睛 你知道我干什么 马上就油然的浮现出一个群像 祖雕 现在我们活跃在媒体也好 网络上的那些所谓的学者 媒体的红人 我可以说他们的某些行径 跟福荣姐姐或者说张玉相比 丝毫就是大象 不是大象竞庭 不是大象竞庭 而是我觉得异曲同工的 他们一会做的也是一个包一个料 包一个点 释放一个炸弹 然后让大家骂 大家吵 然后把他给吵红了 然后拎着包到处去学术走穴 然后挖空心思要想上百家讲坛 他说这个事 我倒是想起一个什么呢 最近三连讲义中天 你看他采取的态度 不是说义中天不好 而是说这个社会出现了一些类型 但是唯一因为这些类型火了 会让我们发现 本来应该火的还有的另一种类型 为什么没有 比如他就说一个什么 说现在知识分子的电视上讲 他提到一个概念 就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还有一个概念叫 Dire to know 说英文的 我说英文 对吗 敢于知道 现在一般有点学问的人 喜欢跟老百姓说话 说的是什么 你们乐于知道的 你们高兴知道的 但是还有一种叫敢于知道 三连的评价就认为 就是说你好比说 现在大家喜欢扯淡 其实最会扯淡的就是知识分子 所以知识分子扯淡 就名利双收 那就扯淡 扯淡不是贬义词 不是说不好 我是说多元化社会 他就会注意到 Dire to know 敢于的 所以我就联系到 刚才我说这个历史学家这个问题 当时也有个学者在我旁边 就跟我说 说也许不是说我们的学者不明白 而是说也许这个学者 他不敢 他不敢弄这个工作 不敢说出这个真相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 有没有道理了 我觉得如果在政治上不犯大忌的话 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么自由 你看他从网络你就看到什么话都人说的时代 他不是不敢说 是我觉得是今天这时代我们的学者 就是过去讲抗日战争是落大的中国 是哪个知识分子说的 摆不下一张书桌 今天是完全可以摆下书桌 是落大的中国 在一片学校中中 你的心摆不下一片书桌了 所以对 你没有这种扎扎实实的 每个人都不扎扎实实做好工作 就会造成什么 整个社会生活在幻觉当中 对 没有人认真搞清事实 没有人你说是不是真的 药是假的 吃的假的 你学术什么都是假的 我们是根据一些假的信息来源 在整天瞎吵架 瞎骂人 整个空气中 泥漫是非短流长的假信息 和无聊的信息 你看有时候我偶尔会和一帮朋友 比如搞隐私的 或者搞文学在一块做 你就发现 坐在一块聊着聊着 聊得尽是 不是骂这个 就是骂那个 就大家的所有的兴奋点 都是在一些极其无聊 而无价值的事情上 当中社会迷幻的 这么一种信息的之后 有价值的信息在哪 你不知道 你也迷失了 对 你说抗日 我就那天看电视上 演电视连续剧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说十几个日本兵 抓着三八大盖 你知道吗 拿着枪 哇 落花儿童 后边几个农民 拿着红迎枪 拿着锁标 追着这这门鬼子 落花儿童 还有一农民背后插三只锁标 我说这这门鬼子 他也不开枪的 拿着枪跑河里去了 然后这农民骑在马上 你知道吗 隔着他们 可能就五里地那么远 撑加啪一个锁标 撑一下 之前奥运会锁标冠军的 三标 透心而过 扎死三 三个日本鬼子 我是说 抗日 这是很好 但是呢 是不是这样的 不一定要这样去夸张 才能有抗日的精神 你像人家拯救大兵莱恩 我们的这个受难 我们的苦 战斗的艰难 也能体现精神 你看你想的大兵 大兵莱恩 我们就讲的是比尔伯格 我就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 斯比尔伯格在这之前 不是拍这个新得了名单吗 新得了名单 其实他无意 无形中 他塑造了一个神一样的人物 而且在那个电影里 你能看出 斯比尔伯格 坚信人道主义 可以拯救人类 可以自我救赎 这个电影拍完之后 接着是大兵莱恩 你在大兵莱恩 你突然发现 他对人道主义这个概念本身 他开始产生了 双眼化的质疑 就是你看 人道主义救援行动 去救那个士兵 一群战士去了 一个班 一个排的战士去了 结果在救一个人的过程中 有很多的生命付出了代价 这时候你就对人道主义 本身提出质疑 这时候有价值的 你知道这两个电影 一并置之后 你发现 斯比尔伯格本人 他对自己有个反思 他有个反省 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和新的领域 对人道主义 他不再那么固执的 就是这么坚定不一的 信那么一个点 他是多元了 他不是非此即彼 而且亦此一彼了 所以这个还是真为荣 假为耻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影子有什么感想 我觉得刚才对王老师说的 这个道德底线问题 我们不是说 现在说的太多 而说的太少 应该反复的提及 我想到 我觉得我过去的 我觉得我 这个社会对我是有亏欠 当然我不想去报复社会 去杀死一个人 我也觉得社会对我有亏欠 我们置身在这样的一个 喧嚣的 所谓的点击率的 这个乱哄哄的 每天都说 重复了一些无聊的八卦的 但是我们其实每个人 都是始作俑者 谁说没有自己说过 所以你受到这种东西的戕害 使我现在变成了一个不信任 任何的新闻出来 我就觉得是不是作秀 是不是炒作 是不是拖 等等 就像耶稣说的 谁能往那个井里边去砸 那个妓女 谁曾经没有去做过坏事情 你就去扔那个石头 我觉得 你说的很好 这个东西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 是什么 说杭州的有一个 他双目已经失明了 但是医生发现 他的角膜还是有存活率的 建议他把这个角膜 去捐献给需要角膜的 结果 他就欣然同意 当他得知一个需要角膜 的是两岁的小女 这条新闻是昨天晚上的 两岁的小女孩的时候 他就自己已经失明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角膜 毅然捐献给 使他重获光明 居然我今天在博客上 就有人看到说 这位杭州的 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的 一个善人 一个意识 他的这个行为是作秀 我觉得当时我就觉得 混蛋是谁说 这个人应该被绞死 谁写这博客 居然还能给他发出来 我最近看了 有一个消息 让我特别感动 就是一个学生在网友 他不想认识的时候 过去都不认识 然后一块接班出去玩 他们在结果在一个 这个树营露营的时候 就是休息的时候 伤红爆发 西东一个死了 然后有人就要提出 让你们要道歉 你们要向这个司责道歉 你们为他要做出赔偿 这里面有很多人 就自知不理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是很有钱 才25岁 突然站上 说你们必须道歉 对方不道歉 这个女孩有一句话 把他们先告上法庭 让你们必须赔钱 说你拉不出钱没关系 我拉钱 他说他判了个25万 他说我可以拿这符钱 他说我必须要告诉你们 生命在高处 生命在高处 就是因为那个人死了 他没有什么比这个 他为什么要你道歉 因为生命是高于一切 道德必须被重建 对 我们必须 现在是建的所谓自由开放 自由开放并不意味地 道德比先要被上升 没错 你说这个 我就是参与全国 我就是参与全国 我就是为对 到这目的 就是 你 你可以